話說我小馬多年前曾經在新加坡 吃過一道終極美味料理 黑胡椒斯里蘭卡大螃蟹 姑且放下它的美味不堪 光是那隻螃蟹的size 就足以令人驚為天人了 它那隻熬足足就有我的拳頭很大 整隻啃起來比啃雞腿還要過癮 齁齁 每當午夜夢回的時候 想起那隻大螃蟹總是讓我無法忘懷 男孩兒 當我來到斯里蘭卡這個國家 想要再度一尝它的美味時 奇怪的事情竟然這麼發生啦 在大螃蟹的文在地斯里蘭卡 竟然找不到大螃蟹我的媽呀 怎麼可能 我們跑了這麼多家的漁市場 竟然沒有撞到回到斯里蘭卡大螃蟹 而且據說當地的人 最大的螃蟹只看過這麼多 蛤 這麼大的湯也有啊 欸 會不會有被新加坡人呼呢 好 雖然說這個斯里蘭卡大螃蟹 是來自於斯里蘭卡 搞不好就像這個印度神油 根本印度沒有這種東西 然後我們會白來一趟 我現在有點擔心 但是呢沒關係 我們SEGA的這個小組呢 決心做什麼 你知道嗎 我講不出來 決心是什麼 決心 就是 一定要找到它 好不好 找不到它的話 我們就不回台灣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工作人員好不好 為什麼 一定要找到它好不好 好 我們這次在去找找看吧 大螃蟹我來啦 為了尋找傳說中的 Super King Size的斯里蘭卡大螃蟹 我們來到距離 可洛波約末90分鐘車程的 尼根寶 然而奇怪的是 這兒竟然也找不到斯里蘭卡大螃蟹 根據當地的人指出 他們根本沒有看過小馬虎所形容的大螃蟹 除此之外 小馬虎還意外的發現 這裡的人 他們只吃小魚 不吃大魚 而在台灣最貴的鮪魚 在這兒 竟然只有塞成魚乾的份 而這種丁點大的小魚 他們是如何變成桌上一道道的料理呢 這位熱情的阿嬤說 來來來問到最道地的斯里蘭卡大螃蟹 我給你吃看看 是哪一戶 這一戶嗎 這裡嗎 你可以 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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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找那個阿嬤 阿嬤 你還會講阿嬤喔 然後阿嬤他家應該就來這裡 不過阿嬤家看起來很高級 只是蓋上一半而已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完成 對 讓我覺得有點困惑 這樣的屋頂可以睡人嗎 好像雨都會下進來 好趕快進去吧 我也帶了蝦子要拜訪他 走 哈囉阿嬤 哈囉 嗨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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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很準時耶 那阿嬤 我帶了兩 兩 好幾隻蝦呢 阿嬤 這是給你 OK 你煮給我 我要吃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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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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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走走走 去煮家 阿嬤家很涼快 外面好熱 在我的觀念裡頭 這棟小魚 了不起拿來煮土�司飯 或是熟成乾 拿來爆香提味 說之外 還能變出啥東西啊 不過 這個阿嬤竟然能夠為這幾隻小魚 準備出這麼多調味料來吃喝它 這麼大的陣仗 到底阿嬤會做出什麼樣的東西 哇 欸 就這樣小魚而已耶 要弄到這麼多的料喔 你看 這是什麼 What is this? Chili butter Chili butter 辣的對不對 辣椒粉 辣椒粉喔 真的是辣椒粉 你笑 一隻喔 很辣 但是有味道 感覺很好 下一道 這是什麼東西 辣椒粉 辣椒粉 薑 薑 薑 蠻香的耶 有哪裡?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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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像我們那種 那叫什麼 八角的味道 真的有點八角味道 蠻香的 蠻香的 好 接下來這一盤呢 台式辣椒 然後洋蔥 這個搞不懂這是什麼 辛香 丁香 然後還有粗鹽 這個 paper 那這什麼葉 還有是 cinnamon 肉桂 肉桂 對嘛 我就說他們做起來好像做五香 這有可能就是我們台灣所做的五香乖乖啊 五香什麼食品的話 就是用這幾種香料來做的 最重要的 我們今天早上聽到呢 所有的料理呢 都跟椰子跑不了任何關係 所以呢 椰子一定要有 有沒有 它的椰子呢 把椰子肉削下來了 然後變成這樣子 這椰子 好 接下來呢 要請阿嬤來為我們親手 來調製這個小魚的料理 哎唷 我的媽呀 怎麼全都是一些辛辣的東西啊 看得我整個人都發麻了起來 不僅如此 您知道阿嬤怎麼處理這些小魚的嗎 看到沒有 噗嚨 去頭去尾 流中間 齁 這有夠厲害啦 來大家的廚房裡啦 欸 哇 美式的廚房欸 有沒有 有沒有 整個打開來 有沒有 一般呢 中國人的廚房裡面比較小 它這屬於個 廚房呢 比較大 這琉璃還很大 代表說這阿嬤呢 他們整家的女人都很愛做菜 好 阿嬤 第一次 How to do How to do How to do 哇 好不好 哇 你應該有參加過國際級的比賽吧 切 切洋蔥大賽 這是我看過最厲害的一招 直接把刀頂在那個櫃子上面 然後用手這樣 等等等等 這是你怎麼想到的 好厲害喔 欸 這樣這個方法其實還不錯欸 對不對 其實還蠻厲害的 而且也不會傷到手 我再試一次 我再試一次 我再試一次喔 哇 辣椒好像可以這樣切喔 阿嬤 你這樣子真的 你這樣子 我就去掉了 來 Let me do it 來 阿嬤 因為阿嬤 人比較 我還要拖出來 你 阿嬤 已經熟人生巧了 我還不太行 我怕割到手 為什麼阿嬤是這樣子 欸 不好用 我覺得還是 還是我們的方法比較好 Who teach you 切洋蔥應該是 不習慣 這就是她做的 從小時候 她就像這樣 小的時候就學到這樣子 喔 難怪喔 我告訴你 我這個沒得看你 我現在買了 椰子 椰子 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切菜寶寶 阿嬤來幫忙 阿嬤的刀法 我只能說猴腮雷啊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阿嬤家根本不用沾板 不管切啥東西 全都是用這一招 手法乾淨俐落 不到兩三下 所有的東西都已經準備 準備就緒啦 接下來只見阿嬤這麼弄啊弄的 煮啊煮的 一下子整間 幫著立刻充滿了 咖哩辣椒精 椰子蛋的味道 哇 好香喔 這邊阿嬤呢 就答應我們做了三道 小魚的不同的料理 那每一道呢 色香味完全都不一樣 我現在呢 還沒有嘗 不過我聞到的香味 就非常的香 好香 好 OK 可以 來阿嬤 我們去吃吧 阿嬤另外兩道咧 欸 你吃包了喔 欸 欸 欸 他叫我先嘗嘗看 OK 直接先吃了 阿嬤好吃 好吃 好吃 哇 欸 這是我吃過自印度料理 跟斯里蘭卡料理當中 最好吃的一道菜 真的 真的 真的最好吃的一道菜 very good delicious 然後呢 這是黃黃的嘛 它裡面的味道是椰子 然後剛才的冰香 還有那個生薑粉 的味道 當然有點辣味 很香 現在呢 這一道是白色的 加上洋蔥圈 好不好 阿嬤 好吃喔 阿嬤 阿嬤很好吃 真的好吃 加上洋蔥汁之後更好吃 這一道呢 比較淡的椰子味 沒有剛剛那麼濃 剛剛那個椰子味比較濃 不過呢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種 因為顏色看起來好吃 因為比較好下蛋 這個呢 沒想到它這麼清淡 結果吃起來 椰子味也有 而且沒有它的洋蔥味道 喔 真的好吃 那這樣我們就很 直接告訴觀眾朋友 你們可能吃不到 因為這個可能是家常菜 家裡面阿嬤自己做的菜 因為在外面看見吃不到 好吃啊 你看這一道 真的有沒有 等下講 色香味 綠的綠的 紅的紅的紅的 黃的白的白的 有沒有 再加上味道了 香味我先聞看 哇好香喔 完全把那個小海鮮的味道給秤過出來 很討厭耶 每個都好吃 每個都好吃 而且這個 好配飯 媽媽 好吃 簡單嗎 heach me 好吃怎麼講 How to say 螞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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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不好聽 好吃 叫人家叫螞蟹 螞蟹 螞蟹啦 大家螞蟹 沒關係啦 螞蟹螞蟹 這樣就很好吃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好意思把這句話翻譯給阿嬤聽說 螞蟹在台灣話的意思是 講一講 螞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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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待會咱們兒我帶來的大明蝦 味道肯定是一般的笑 你還沒吃嗎 我的天啊 我帶來的大蝦耶 阿嬤已經把它做好了 來 嘗一下 好漂亮的擺飾有沒有 而且放了我最喜歡的洋蔥 斯里蘭卡這邊天氣很熱 差點睡著 不過現在看到美味的料理上來的時候 精神又來了 這個蝦呢 我記得買的時候呢 我確定它不是大頭蝦 但是你看它的肉 哇 這個龍蝦沒兩樣嘛 OK 好不好 斯里蘭卡呢 目前為止找到大螃蟹 可是我們先找到大蝦啦 老淘吉的人物呢 一定會配上一個阿嬤炒出來的做料 洋蔥 馬上喝手 所以 Mensch hunt 湯 說明有 issue 好吃啊 哇 哇 一陣的感動 沒想到喔 它的肉非常的彈性 而且不會讓我覺得老 好好吃喔 看這個蝦頭 看到沒有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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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 你說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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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香蠻我絕對可以跟你掛保證 這名蝦的味道 絕對絕對不會輸給大龍蝦 尤其是那種一口吃下去 蝦肉塞滿整個嘴巴的滿足感 豈是一個爽自了得 不過這種口感 若是要跟我那魂牽夢遺的 斯里蘭卡大棒界較量的話 欸 真是沒問題 世界頂定